小萝莉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机会将萝莉控女仆赶出家门 找来抖弯替换掉女仆的工作 女仆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 很干脆地走出了这个家门 看得大小姐很不是滋味 不再多想 大小姐觉得她最近可能还会来偷窥 为了能够骗过她 因此小绿必须要工作 现在也到了吃晚餐的时间 小绿自信满满 然后端上了一盆这个东西 大小姐决定品尝一下 或许只是不好看而已 结果毫无意外 妥妥的黑暗料理 此时绝望都难以形容她的心情 而身为被虐狂的小绿 一直就等着大小姐骂她 这能让她感受到极大的满意 小绿表示自己会负起责任全部吃完 让大小姐不用担心 但也因为大家失望的表情 以及残害未带的烂味罗 才让她练就了做出难吃料理的顶尖手 大小姐很无奈 只能求她努力做出好吃的料理 小绿表示尽量 但今天还是先叫特上寿司吧 晚上 老爸回来时大小姐有点紧张 不知道怎么向她交代 然而女仆已经给她传过讯息了 并且叫她不要责怪大小姐 老爸唯一可惜的是不能吃到她的料理 没有了女仆来烦她 晚上大小姐睡觉时感到很不习惯 内心很是烦躁 变得好像是自己错了一样 但大小姐也被她做了讨厌的事 觉得已经互不相欠 第二天一大早 小绿给大小姐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只能保证热量的那种 大小姐觉得还是烤个吐司好了 结果小绿已经替她烤好了 之前烤的时候看着她逐渐焦黑 原来打开门就能救她的 但她却袖手旁观 被罪恶感责备着 无论尽多大的努力 身体终究会做出难吃的东西 最终大小姐还是吃了她准备的现成品 然后导致上学的时候消化不了 整天无精打采 放学回家后 看到整个大厅闪闪发光 大小姐差点以为禁错家门 而这是小绿在自卫队的时候训练出来的 但烹调是果实员的工作 因此她料理不太行 不过今天给大小姐准备了专家做的蛋糕 看着她直流口水 这是附近做的最好吃的蛋糕 然而大小姐品尝之后有点失望 还是之前女仆做的比较好吃 这时 小绿拿出菜单让大小姐选择晚餐 大小姐瞬间眼冒星光 选择了外圈有加起司的披萨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 每一天都吃寿司和披萨 大小姐都吃念 开始想念其女仆做的料理 想着想着就看见了前方的小绿 她正呆呆地看着站在河堤的压居宴 美如画的场景看得她娇羞不已 但又不敢上去搭话 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于是将大小姐推下去替自己搭话 大小姐一个不稳直接摔到了压居宴面前 一段时间没见 压居宴显得很平静 也不再称呼米夏为大小姐 而是直接叫出她的名字 这让大小姐很不理解 明明之前还那么纠缠自己 但让压居宴受挫的也是她自己 压居宴说到底只是她人生中不需要的人 就在这时 一架无人机出现在大小姐面前 而一切都已经被压居宴录制了下来 原来这都是她的作战计划 她很清楚小绿的料理是毁灭极的 因此早就料到迟早会变成这样 大小姐气得浑身发抖 果然还是自己最讨厌的女人 压居宴立马就播放了录像 大小姐想不承认都不行了 表示自己对她很讨厌 但唯独喜欢她的料理 看来无论在什么时代 抓住位果然是最强的兵法 小绿表示要解雇 她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 最终大小姐只能同时雇佣她们两人 唯一担心的是 也不知道老爸的钱够不够 但是今天吃饭很开心